SP朝征呈三岁率新辅助 铁骑驱逝改版后 吕布遥遥领先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有高级的舞台 就在刚才官方爆料新武将的信息 果不其然就是我们的朝卫名将 SP朝征 作为一个四周年的开胃小菜 要么来看一下这位率先放出来的SP朝征 有一个什么样的武将效果 先来看一下兵种书信 骑兵和盾兵都是S 枪兵是个A 并且有着超高的统帅加成 跟整体的卫国武将施费性还是比较高的 像我们比较常用的武将 曹操 甲曲 包括我们SP巡运 骑兵都是S 作为一名辅助武将 他能搭配的武将还是比较多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武将效果 我争取你受到普通的攻击时 有概率让伤害老远武将 受到伤害提升6% 可跌加三次 首回合触发时 如果伤害老远武将是武力高于智力的 只会让他脚线 如果是智力高于武力的 就让他祭球 能够持续两个回合 好家伙 识别三样这个战法 直接摇摇领先三个版本 我不平A就不会出事 摇摇领先 说到普通攻击 很多人会想到蛮宠 但曹操的自在战法是锁定 我军群体两到三人 也就是说你是有可能会漏掉一个人的 这个时候如果BUFF没有给到另一名副将的话 你曹操的自在战法会打不出来 所以还是有点风险在里面的 并且在卫国的武将体系里 武牟齐和泰卫顿的地位不变的情况下 他能配合的武将 我只能想到像徐广或者夏侯敦这样的武将 那么卫国本身不行的情况下 他跟其他阵营的武将 或许还能产出不错的化学反应 比如说在一个吕布搭配的情况下 一次天下无双 就能大概对打出三次的异伤效果 三次里有新辅助可以替代了 不过还是那个问题 只能覆盖我军群体两到三人 这是对SP潮州难受比较难受的点 难怪只能作为一个四周人的开胃小菜来用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战法确实挺强 那么以上就是我这期武将的看法 大家如果在SP潮中有这些想法 也欢迎在我的评论区留言 我是有高兴的不才 我们下期再见